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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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鏡子 看來屋主跟我一樣 這麼喜歡照鏡子 今天參觀的單位面積 大約1500平方尺 首席設計師Clarence 為了加強設計理念 在每一個角落都花了不少的心思 令到這間屋 成為了一個360度無死角的藝術品 這間屋沒有門又沒有櫃 對 所有門都做了暗門設計 全高櫃都做了在長身的位置 而工人房 本來這裡有一個長身 我們拆了 然後做了一個全高的櫃 變成這裡可以打開 然後把所有材物都藏在裡面 那就不會有個櫃突出來了 原來家裡沒有櫃 看來整齊這麼多 全部門和櫃都用了同一種物料和花紋去做 看下去就不會門和櫃分開 看來好像融為了一體 就是這樣 Clarence 說 小量紋路複雜的雲石 可以點綴空間 增加奢華感 又不會太過浮誇 而另外加了一些鋼線、花線、線條的細緻位 豐富了白色畫面 看起來都沒有那麼單調 好方便喔 這張桌不用的時候可以這樣收起來嗎 對 這樣就可以給小朋友有更多活動空間 而這邊牆身看起來好像普通的白色牆身 但其實我們加了瓷粉下去 變成小朋友可以找一些瓷石 就平時這樣貼在這裡 增加了不少樂趣 小時候真的少了很多樂趣 將來本來要找設計 一定要找你幫忙 這個業主是人道人 他很喜歡鏡子和強調空間感 所以在不同的位置 比如梳化、背、TV櫃、天花等位置 都適合加了一些鏡子 他們的反射就令到空間感更大 而見到天花這個L字型的LED燈 就將飯廳和客廳區分了 同一個道理 飯廳亦都用了長型的玻璃桌 不會犧牲了飯廳本來有的空間感 餐桌這張長燈是用了藍色的布料 就和梳化的布料是互相呼應的 而主人房這張床其實就用了窗台的空間 就變了騰出更加多的空間 就在衣帽間這一邊 而見到衣櫃這個色面 其實就連住了洗手間的暗門 變了他們是空間感 視覺上都更加一致 而主人房的洗手間 是和客廳的設計完全相反的 一個是白色 另一個是黑色 入到來見到一個大鏡 後面一些條紙有燈光打進去 而下面的地櫃也有黑色的玻璃做襯托 整個空間就會比較現代和型格的感覺 看完這房子之後 有兩個地方令我很深刻 第一樣就是小朋友房的磁石漆 牆身可以好像雪櫃一樣 黏一些磁石下去 真的加了不少樂趣 第二樣就是廳的長櫃 原來只要把櫃收入牆裡面 看起來整個廳都會闊落了和很乾淨 我很欣賞Clarence 她很仔細 每一個角落都力求完美 令到房子不僅多功能 還很漂亮 看起來很有格調 在設計家裡的時候 門的外觀不一定要做到門的樣子 而櫃也不需要一眼就看到它是櫃 只要你的想法大膽一點 你的夢家就可以好像藝術品一樣 對方的磁石 你在外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